桃园客家事务局今天举办一位客家战役文化祭平镇战祭祈福补给车绕镜活动 队伍下午从平镇区镇安宫出发 在现一位战役义勇军抗日运送补给车的时代场景 局长蒋协安平镇区长和明光及立委吕玉玲 议员留人照随着20支队伍300多人徒步绕镜 补给车停在祈福晚会现场让民众深刻认识历史 平镇神寻绕近今年迈入第十年主题转型为已为战争 开放平镇在地各立及宫庙报名参赛 并邀请擅长装置艺术环保材质 创作的艺术家干要家协助参赛团队 创作呈现客家文化战役历史及地方特色等不同的主题 各队伍使出浑身解数制作具有特色的祈福补给车 其中有在地特色的蔬菜水果补给车客家服饰补给车等 让民众感念客家鲜明宝箱为土英勇牺牲的精神 完整呈现历史文化 让年轻时代也能了解已为客家战役 对桃园客家族群的重要与历史意义 桃园市平整区平栏里设计的补给车也参加采接绕镜 涂桃园市客家事务局提供分享 绕镜队伍拿不及车上的祈福饼干糖果分送民众 让更多人参与了解及纪念已为客家战役 涂桃园市客家事务局提供分享 纪念已为客家战役及圈阳义勇抗日历史 客家局长蒋协安 佐三和立伟议员等民代一起敲锣启动绕镜 涂桃园市客家事务局提供分享 祈福不及车装满粮食绕镜 涂桃园市客家事务局提供分享